哈喽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啊好久不见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逆水寒手游的一个 一个试玩的一个初体验吧 因为端游我是没有玩过的 就从一个新手的角度来看待 他所谓的一些创新创新性的一些问题 然后咱们逐步的去看一下有哪些创新好吧 首先咱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游戏画面啊 其实游戏画面你们视频里看着呢 可能会跟我看的不一样啊 因为我电脑玩的话说实话 我觉得跟端游的话就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其实挺好的啊 包括这个UI很多人在说啊 这个UI会不会改的 就但是目前玩的来说的话 这个UI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没有很突兀 然后现在这个画面呢 是一个类似于中国式家长的那种东西吧 就一个小玩法 但是也会有奖励对吧 然后后边的话就是一个飞檐走壁啊 就宣传的一些飞檐走壁 然后咱们后边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是一个翻阅啊 翻阅完了是有一个爬墙啊 快跑的话是直接上房顶了 然后这边一个成影键 OK 这是他宣传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爬树 对吧 爬树 但是这个树非常的难爬啊 非常的难爬 然后中间呢 有一个任务是让我们去取风筝 它的风筝飞到树上拿不下来了啊 咱们可以选择爬上去 然后呢 也可以选择把这个树砍掉 但是砍掉的话 我的建议是不要对着房子啊 不然会骂你的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 换一个方向来砍 砍掉 OK 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提示啊 对吧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拿到的 然后的话 咱们来讲一下 这个游戏的奖励方面吧 它有好几种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呢 就是驱动一个机关 对吧 驱动一个机关呢 然后去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剪五个啊 你基本顺着这个 顺一去剪就行了啊 你剪一个下一个 基本就能看到 剪五个 它就会触发一个箱子 可以拿到奖励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式 包括下边这一个 这个的话是一些计较尬啦啊 可能钻地图的时候 会遇到发光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拿 拿到的话会有经验 包括一些物品啊 会有经验的 具体这个经验获取呢 每天各种玩法应该都是有的 包括开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三种 它是一个图案对上去啊 你的远近大小 对着完全重叠也可以拿到一个奖励 这是它的不同的一种机制吧 就给你不一样的玩法去获得这个奖励啊 对吧 OK 咱们到下一个下一个要讲解的呢 是一个元素的问题啊 就是啊 大家懂得都懂好吧 大家懂得都懂啊 懂得都懂 然后这个元素的话 会有一些休闲玩法 还有一些打怪的玩法 都会包含在里面 首先悠闲玩法的话 休闲玩法啊 休闲玩法会有一个就互动 就比如说鱼 对吧 一个是冰鱼 一个是风给它吹 吹的话就给它吹碎了 那个肉块就给它吹碎了 冰冻的话就是一个冻鱼 然后打怪的话 咱们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也会触发一个元素性的 一个额外的一个灼烧效果 然后这里是咱们的一些 打boss的一些演示啊 boss演示的话 咱们可以看一下画面 包括这个特效啊 包括一些元素的 一些提示的一些字 对吧 像下面显示的一些 五行冻结反应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包括下雨啊 之类的这些对吧 其实画面挺好的 说实话 这个UI其实不是特别影响的 因为你玩的时候 基本不太能注意到 这个UI这个问题啊 因为很少注意这个东西 基本都是全在画面上 因为你的这个技能的 一些UI的占比啊 跟画面差距是很大的 它其实就很小一块 基本是注意不到的啊 然后包括咱们后边 看到的这个3D转2D 对吧 之前之前这个公众号宣传的一些东西 这个反正也是懂得都懂 我只能说啊 马里奥奥德赛嘛 对吧 反正没玩过的肯定会觉得新奇 玩过的觉得也就这样啊 而且他做的确实在这个2D这个画面里边打斗的一些 确实体验不是特别好啊 然后咱们新鲜感就行啊 OK 然后咱们总结一下 其实这一次里边的玩法 还有很多是没有开放的 但是就现在开放而言 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 他还有很多种玩法 我都有点 我觉得真的特别复杂 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就比如说今天哪些做完了 哪些没做完 该拿的奖励拿到没有 这个我是有点不太清楚的 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啊 然后后续的话 在有更深刻的一些体验之后 咱们再来继续分享一下 这个后续的一些情况 好吧 今天的视频那么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